煤炭运输、煤尘以及气候变化都会导致珊瑚的白化 如果我们要保护世界遗产就需要做出一些政策上的变动 蒂姆·巴克利 能源经济和金融飞行研究所 研究表明 海运集装箱所掉落在海水内的煤尘 已经对大宝礁造成了污染 那么环境问题是否会影响到煤炭的出口呢 我认为近几年来的煤炭运输的确有造成大宝礁的污染 煤炭运输、煤尘以及气候变化都会导致珊瑚的白化 如果我们要保护世界遗产就需要做出一些政策上的变动 至于说这是否会影响到短期前景内的煤炭出口 我认为不会 但中期时段内这无疑会对澳大利亚政府的政策制定产生影响 上个月煤炭价格出现上涨 年内涨幅达到27%左右 未来该资源的价格会如何变动呢 在我看来需要指出的是 过去数月里 铁矿石和焦煤的价格有所上涨 但是动力煤的价格涨幅要略低于这一趋势 但我也注意到 上周中国公布了今年前四个月的经济数据 其中一个令我尤为关注的就是 中国第一季度的煤炭产量 下跌了6.8% 同样出现倒退的还有中国的钢铁 玻璃等产量 我想现在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 正发生着根本性的改变 现在他们会更侧重发展服务业 而减少能源行业的投入 此外 未来数年里 中国的经济增速 显然会比我们之前所见到的增速还要慢 我觉得短期内 焦煤和铁矿石价格的上涨 很可能在不久后的将来就会消散 我认为长期的走低趋势还将继续 阳格的环保政策 在最大的煤炭企业之一的皮波迪能源倒闭中 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你认为其他的矿业公司 有可能会重蹈这样的覆辙吗 皮波迪曾经是一种象征 也是美国煤炭开采的五大公司之一 然而其去年宣布破产 当然近几年来 不仅仅是该矿业公司遭遇了财务问题 整个煤炭开采行业都有问题 我也想强调的是 资产贴线的情况 不仅仅发生在煤炭开采业 还有其他的基础设施相关领域 这适用于铁路 港口 还有燃煤发电厂等 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澳大利亚 类似的趋势在这里已经存在了数个月 在煤炭开采亏损的大背景下 上个月燃煤下调了对利润的预期 其所持的股份在一天之内就下跌超过了5% 这主要是因为澳大利亚银行的贴线资产风险增加 基础设施资产投资也有这样的压力 就比如说去年开工的松涛美港 则是感受到了不适 蒂姆·巴克利 非常感谢您的意见分享 本期商品角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